嗨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明光美音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恐怖美乃 一带1.8伴们从大门逃生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从床上醒过来了 我们玩的是预设五 大家注意啊预设五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奶奶给引一下 不要慌 奶奶有时候过来的快有时候过来的慢 奶奶过来了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了 走了 糟糕 我第一次就不应该选择从这个位置走 这个位置会浪费许多的时间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剪辑一下 把这个位置给剪掉 躲在柜子里面是很安全的 所以 剪掉一段也不影响大家的观看 是吧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跳出来 胆子大一点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的 从 大厅走过去 但是胆子小 小的像我这样的 就还是走一下地道吧 这边非常的安全 发出来一点响声 有点害怕 因为不太确定奶奶到底在哪里 所以 本来是可以直接过去撞一下那个盖子的 但是为了安全起家 我们还是把奶奶引一下 使用后院去绕奶奶的话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把音效给关掉的话 我觉得这条路可能就废掉了 对哦 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再去挑战一下 不开音效看他们的通关 那院子真的被废掉了 蛮尴尬 走了 把门口的线给剪掉 那么我们的钳子就不需要了 这边拿一下我们的把手 好你看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直接跳出去的 但是我选择了等待 所以这里我们依然把等待的时间给剪掉 没必要嘛 是吧 也不影响观看 看我们又一次的回到了后院 后院这个位置真的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是你如果不开音效的话 那么就非常尴尬了 奶奶每次过来的时候你都会很害怕 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 窗户的这个躲避奶奶非常好用的一个通道 就被完全封死了 这边的锤子扔到地上居然没有声音 这个是蛮尴尬的一件事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锤子扔到地上 到底会不会有声音 会不会把奶奶引过来 所以我还是建议啊 如果道具不小心掉到地上的话 去那个躲一下 千万不要以为扔到地上没有声音 你们想一下 在切田挂的时候 刀子落下来是有声音的 对吧 但是 田挂里面的东西掉出来的时候 它也会有声音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后院如果要道具 落到地上的时候还是躲一下 最安全 我们现在是等奶奶过来 把它关到上拉房里面 这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技巧 像我这样技术比较菜的 那么把奶奶给关到上拉房里面 除了会拖延一点时间之外呢 游戏的安全性 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去拿书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去面对一下蜘蛛奶奶 这是什么声音啊 刚才是奶奶在装上拉房的门吗 因为我晃悠了一圈 所以这边我们还是 还是选择引邀一下奶奶 蛮尴尬的 像技术不太好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必须啊 必须每一步的操作都是选择最稳妥的一个操作 这个时候真的有些羡慕那些声法 啊不足 看超级厉害的 完全 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完全没有一下下停歇的 真的超级厉害 这个道具都非常的集中 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拿到除了一个 甜瓜 甜瓜需要进入到下水道里面 除了一个甜瓜 那就过来了 这个应该 我应该我应该再往后退一点的 再往后退一点的话奶奶就不会堵在门口了 我们要把螺丝刀给射下来 极限模式下螺丝刀 除了要去这个安道里面拆一个暗盒之外 后院后院还有一个 后院还有一个 电闸需要扯下来 千万要注意啊 实际上这个时候啊 我是不太建议直接就 跑暗道里面去啊 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你有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啊 奶奶就复活了 复活了之后 他就直接的 他就直接的 从暗道那边刷新出来 那也不是刚好撞到他 所以最好是把奶奶给引一下 然后我们 走 这个这个密室还是比较好的 奶奶应该不会 从这里刷新出来 而且就算刷新出来也不要紧是吧 我们那个位置是安全位置 老实说就是不知道 DV以后会不会继续增加难度 让奶奶有膝盖 可以钻地道 那就蛮尴尬了 那我也蛮好奇的 那个恐怖奶奶钻地道的时候 速度到底有多快 哎 要是卡住了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还是要把奶奶给引一下 一定不要被奶奶发现啊 被奶奶发现的话 他就会自带雷达 定位你的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出来 这个位置我 刚想吹个牛 说我已经把这个位置 点位算清楚了 但是又踩出声音来了 还好 手上有道具 直接扔一下之后就可以把奶奶给引走 然后我们一路向西 蹲到桌子底 然后再把奶奶给引游过来 我的胆子还是比较小 按道理来说 我们应该是直接 从右边的房间可以直接的过来 直接躲在门后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 不需要我多说 但是我胆子想我躲在桌子底下扔 然后引诱奶奶 我觉得那要更加安全是吧 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乌鸦那里 乌鸦那里有一把红色钥匙 对应该是红色钥匙 这个我没有记错 把他引过来 这是为了避免奶奶突然的出现在院子里面 我们还得在地道里面蹲着 所以直接把奶奶给勾引过去 我们从地道出来 就可以直接奔到密室里面去 这边我们也不用把奶奶再引过来了 因为 因为我们喂鸟食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动静的 没有任何的动静 你看这边是没有任何动静的 这边呢 钥匙的时候就会有声音了 然后我们躲一下 稳妥期间 稳妥期间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实际上就是太太过于谨慎了 但是谨慎有时候是好事 尤其是在我们挑战移民通关的情况下 移民通关 这是我心顶里面永远的一根刺 因为我就一直没有移民通关过 虽然通关的次数还是挺多 但是移民通关还真没有 同样的我们在这把钥匙扔出去 钥匙可以直接扔在这家 反正我们红钥匙也是到最后才能使用 现在用不上 这次 我再来试一下啊 我们走过去 走过来 哎没声音是不是 所以我这个点位已经是踩的挺不错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失误 这边冲击奶奶已经把钥匙给扔出来了 把恐怖奶奶引过来 好来了 来了 但是我站的位置不是太好 还是被他发现的 所以现在有这个跟踪 我们必须站住不动 消停一下 等这个声音消失 我们再要试试一下 这个时候他不会发现我 然后我就可以跑出去了 接下来 哎 门口有个夹子 消失了 虽然与我暂时无关啊 但是我看见夹子就有一种本能上的抗拒 OK 那边还有一把扳手 这个位置再过的话 那么我的移民通关 挑战 极有可能成功 哦 哎 等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来玩的时候 这边的数字是2 完了 这个数字还真的也得看一下 好 我们往左边走啊 这是游戏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程序 我吃过这个亏 虽然追过来的时候 蜘蛛奶奶不会再走动 但是他确确实实 就是在电梯口子这里守着呢 我们这样绕过来就是非常安全 现在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的顺利 就是希望我不会呼压嘴 不会这个乐极圣杯 天光我们已经拿到了 好下来 看一下 好 没有遇见蜘蛛奶奶 天呐 地下室都能听到恐怖奶奶开门的声音 但是我就是听不到蜘蛛奶奶的脚步声 这边 这边选择 选择这条通道的出口 听得会清楚一些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 当然胆子出窝 还是敢往外面跑的 但是我胆子小 好 我听见声音了 过来躲一下 千万不能站在洞口 站在洞口的话 会被蜘蛛奶奶发现 我们直接从这边绕过来 非常漂亮 OK 预设屋里面刷新最难的一个道具 被我拿到了 那么这边也是安全的 直接出来都可以 稍微 稍微的在这里还是看一眼 欢迎来了 突然下楼了 我的运气就是这么不好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一并通关的一个视频 OK 运气挺不错 拿上钥匙我们就跑 买了过来了 很棒很棒 走 这里我们上去把锁开一下 哦 这边还有好几个道具没有拿呢 确实 一直都在忙 用这个蓝钥匙和红钥匙 其他的一些道具都没拿 不过 这些道具所在的位置都比较简单 我们这边 只需要老老实实 把奶奶 引到后院来 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去拿这些道具 好的 先让我们上去 然后在左边的房间抽屉里面拿到这个code 那个密码 胆子 大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你看这个时候 我可以不用往楼下跑 我可以直接的去 充气奶奶的房间里面去拿遥控器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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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呐 还好还好没有被恐怖奶奶追 如果被他追的话 我又被这个箱子给卡住了 移民通关又 又没了 本来是想求稳妥的 结果 好尴尬的一件事 这时候实际上我放窗户 还好一些 我放窗户真的还好一些 但是走这个位置还是安全 没关系 原来我们进来把遥控器拿一下 好了然后我们躲在桌子底下 把遥控器扔一下 好奶奶进来了 哎呦 怎么又被发现了呢 这个好尴尬呀 不过没关系啊 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扔钥匙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只需要等待奶奶的 警报消失 然后稍微引他一下 哎我们就可以走了 很好 这个位置跳下去之后啊 建议啊建议还是稳妥一点 因为恐怖奶奶有时候他会从 楼上楼上下来 那么你去开楼梯间的门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你 我吃过这个亏 所以还是稳妥一点 再赢一下 这奶奶再过来 我们基本上游戏就可以结束了 非常非常 今天玩的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移民通关成功了 超级安全 等一下啊 这个好像会 糟糕糕糕 发出声音了 我的天 这为什么会有声音 还拆了一下老鼠不会吧 躲一下躲一下 钥匙我都不敢捡 钥匙我都不敢捡 千万别翻船啊 刚才都说过 千万不要乐极生悲 好好 完了完了完了结束了 我已经可以提前庆祝了 那么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 虽然我很菜 但是很用心的为各位小伙伴们 制作游戏的通关视频 以及攻略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了 拜拜